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做什么准备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 你怎么判断一个指数 它现在是否强势 或者处于弱势 任何时候只要它连续6个月上涨的话 而且是暴涨的话 只要有一个月份跌少过这两条线的下面进入barish area 你一定要很小心 那现在美国是这样的 很多的公司 他没有办法 他要聘请员工 他只有以更高的薪水去聘请 所以这个也带来了一个我们叫做通货膨胀的问题 是新金的通货膨胀 全部三个股脊都划落 除了这个9月份就上个月 所以为什么 当联储局开始放慢印钱 全世界的投资家 基金金率也开始改变他的投资方向 股票回升 你从股价赚的钱 肯定可以抵消 也要偿还这个银行的利息 所以this is a win-win situation 对不对 双赢嘛 我去借便宜的钱 来买自己的股票 我最终一年里面只要偿还1%的利息 我的股价涨了一倍 我才还1% 我不是赚99%吗